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被国民政府赶出紫禁城之后 这位末代皇帝就只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这时日本在1931年入侵东北之后 已经迫害东北百姓久矣 在担任满洲国皇帝之后 溥仪就被日本天皇邀请访问日本 其实就是削弱溥仪在满洲国的影响 在溥仪前往日本之后 被天皇的母亲邀请去逛街 在两人聊得正欢的时候 溥仪向天皇母亲提了一个不情之情 那就是想要日本天皇过激一个女儿给她 大家都知道溥仪从小被软禁在紫禁城 所以在其稍大时 就被宫女们带着玩了男女之事 身体早已亏空 大了也不能生育 况况母亲在得知这件事情后 自己不好做决定 所以就告诉了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听后也是感同身受 不过依然没有答应这件事情 虽然有点感同身受 可是自警邀请溥仪只是为了拖住溥仪 在日本访问回国的溥仪 这时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时的魏满洲国跟自己已经没有关系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儿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责 我们下期再见